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赏善发恶 请大家聆听 常年期第27周星期六读经 攻读约额尔先之书第四章12-21节 上主说 让万民动身前往约沙发特山谷去 因为我要在那里开听 审讯四周的万民 拿起镰刀来 庄稼已经成熟了 你们前来用胶捡踏吧 扎酒吃满了 酒槽溺出来了 因为他们的 因为他们已恶贯满盈 成群接队的人齐聚在审判谷 因为上主在审判谷开庭的日子破尽了 日月昏暗 星辰时光 上主从西雍怒吼 从耶路撒冷高呼 天地震撼 然而 上主是自己百姓的避难所 是以色列子民的堡垒 那时 你们必要知道上主 我是你们的天主 我住在西雍 我的圣山上 那时 耶路撒冷必要成为圣地 外人不能再从那里经过 那一天高山将低下新酒 丘陵将流出奶来 犹大的一些河川 昌流不息 一道清泉将从上主的殿里流出 灌溉 使停山谷 埃及将变成荒漠 厄冬将成为旷野 因为他们虐待了 犹大自民 在他们的境内 流了无辜者的血 但是优大永远会有人居住 耶路撒冷 世世代代都有居民 我必要追逃 上未清算的血债 上主将住在西雍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祝内的兄弟姐妹 今天读经呢 是约尔先知 预言了 供审判的一个场景 供审判的地点呢 是在约沙发特山谷 记得小的时候呢 记住了几个 圣经上的山名 或者是地名 这几个地名呢 是跟耶稣 跟信仰都有关的 比如说 耶稣受难 是加勒瓦两山 耶稣显圣龙 是大波尔山 那么 除了这几座山之外 再一个就是 在哪里审判 是约沙发特山谷 这个我从小 就记得比较清楚 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圣经呢 不是没有圣经 而是在我们国内啊 还看不到圣经 那个时候是一个老大姑 交给我的 现在呢 我们可以自己去读了 我们看到 先知描绘了 当时天主在 供审判的一个场景 外面都要到 约沙发特山谷去 约沙发特 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 就是审判 约沙发特山谷 就是审判之谷 我们看到先知语言了 天主要在这里审判万民 那些恶人呢 就被收割掉 任人来捡他 这里的捡他呢 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惩罚 在这段读经当中 一方面描绘了恶人的 结局 同时也描绘了 义人的结局 恶人呢 要受到天主的审判 而义人 天主所招选的人 则要到天主那里去 天主就是他们的避难所 而且 这些义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 而且他们的生活 是一个新的生活 高山将地下新酒 丘陵流出奶来 犹大的一切河流 长流不息 而且依照清泉 将从上主的殿里流出 灌溉 石亭山谷 这就是天主对 散民的一个祝福 也就是说 在那一天 有善额的一个赏报 约尔先知的预言 一方面是预言了 犹太人回国的一个场景 另一方面也是 从深层的讲 预言了世界末日的场景 在这里也说明了 天主是上善发恶的天主 由善必赏 有恶必发 关于审判的这个情形的 我们看到是日立月昏暗 星辰时光 上主从西涌怒吼 从耶路撒冷高呼 天地震撼 这也不难让我们想起 一艘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一艘悬在十字架上 也是日立月无光 天昏地暗 而且发生了大地震 石像诸碎 坟墓自批 圣殿的帐漫 从上而下分开 那个场景也让人感觉到 世界末日来到了 这也是天主 为王的一个时期 另外我们也看到 有关审判的内容 在圣经上很多处 提到了赏善发恶 对于那些恶人来说 比如说在 马家伯下 七章三十五节说 因为你逃脱不了 全能全知天主的审判 我哥哥们尽人受了 暂时的苦痛 如今他们按照天主的盟约 得到了永生 你却因照天主的审判 享受你骄傲应得的刑罚 这里面是 马家伯书 提到了天主的审判 在这个约伯书上 也提到了审判 圣勇第一篇 也特别强调 在审判的时日 恶人站立不住 圣勇七篇 第九章 第九节说 上主万民的审判者 第四日节说 天主是公义的审判者 对哭恶的人 终日怒险和 关于天主审判的内容 在圣勇上也有很多 不但是圣勇上 在新约上 我们也看到 提到了天主的审判 尤其公审判 我们看到 耶稣也多次讲到 人子呢 要坐在自己的光荣的宝座上 而且伴随着天使 将来审判十二支派 耶稣也预言了 公审判的当时的情形 而且也特别强调 在审判之日 天主呢 要审判每一个人 祝内的兄弟姐妹 虽然今天的读经 提到了这个公审判 但是我们要知道 天主 他创造了一切 天主 当然还要审判万民 天主圣父 把审判卷交给了耶稣 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耶稣来审判万民 有善必赏 有恶必法 耶稣来到世界上 就是教人为恶 认识天主 可是有一些人 不愿意听从 所以到最终的时候 恶人的结局 将会十分的悲惨 而一人 则可以获得永生 这些内容 旨在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 天主是 上善发恶的天主 我们应当听从耶稣的话 行善必恶 跟随耶稣 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以 获得永生